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于三月份引入国内销售 作为Countryman的Coupé版车型 其价格可能会与Countryman接近 其中Coupé S的售价预计在40万元左右 随着英菲尼迪Q50在北美车展首发 近日我们得到消息 该车也将在4月的上海车展亮相 并计划今年上市销售 丰田旗下全新一代Rawful国内录制叠照曝光 根据之前消息 一汽丰田国产的全新一代Rawful 有望在2013年下半年正式上市销售 一汽集团正在与大众研究开发合资自主品牌 进化未来推四类车型 年生产规模将达45到60万辆 目标锁定6到8万元的许分市场 德国经济周刊日前报道称 陵墓欧洲业务自2008年之后连续四年亏损 工厂将可能转产飞亚特或欧宝车型 调长要不要热车就成为了困惑大家的一个事 有人说原地怠速热车 也有人说低速行驶就可以了 还有人说根本就不需要热车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需要好好讨论一下了 我们今天就说这个吧 热车 每天都热 热两到三分钟吧 听说热车好像没什么效果 大概也就热两分钟吧 现代车一般的不用 不需要热车 好车是不是就不用运用 起步之后慢点开 比原地热车要好效果 原地打着以后最少五分钟吧 它各方面空调系统 各方面它也暖和了 这么再开着走比较舒服吗 主要对发动机好 觉得发动机冬天太冷了 都说发动机要预热一下比较好 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还真是挺纠结的 到底要不要原地热车呢 在公布答案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热车的原理 首先车子在经过长时间的停放 发动机内的机油在重力的作用下 会流到发动机下部的机油底壳里 因此车辆在长时间停放之后 再次联火启动 发动机的上半部是处于没有机油 缺乏润滑的状态 大约在启动后的30秒左右 随着机油泵的运转 机油才会被运送到最需要润滑的火塞 连杆和曲轴等部位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即便是车子一启动就立刻上路 只要让发动机保持低速运转 不蒙踩油门 所取得的效果和原地热车是完全相同的 其次 发动机在没有达到工作温度之前 由于公油系统的温度很低 不能够有效的将汽油充分的气化 因此 车辆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冒黑烟 也就是汽油燃烧不完全的表现 不同的是 发动机要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的时间 也不太一样 短的需要七八分钟 长的则需要十几分钟 不过这段时间里边也并不需要原地热车 只要不高速行驶就没有关系 最后 有关变速箱变速齿轮的润滑 这也是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地方 变速箱的齿轮油和发动机的机油相似 在冷车的时候 齿轮油在中立的作用下 集中到了变速箱的下半部 就当车辆开动后 才会随齿轮的运转将底部的齿轮油带起 润滑上半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的车子在冷车时 换挡会比较生涩的原因 这个问题可是原地热车不能够解决的 因为变速箱并没有齿轮油泵 原地热车的时候 只有发动机在动 只有等到实际上路后 慢慢的行驶一段时间 齿轮之间充分的磨合之后 才能够改善这个状况 看来呢 把车停在原地怠速热车 真的是没什么必要 而且要是在地下停车场的话 你想想那里边的空气会瞬间变成什么样呢 只要温柔驾驶 然后让它有个慢慢试用的过程就可以了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精彩视频推荐 推荐视频一 部首交规 俄罗斯坦克红川道路 推荐视频二 是汽车还是火箭 警车喷气又喷火 推荐视频三 雪天伤不起 交车打滑失控 引发连续事故 推荐视频四 借到超车 SUV失控惨状 小孩被选出 眼婆 Fe Talking 汽车 从高兰電池 Augen 我们走路 推荐视频5 重型机车被乱窜的小踏板害惨了 下面我们要来公布获奖名单了 首先我们要恭喜猜车环节和爱分享环节的两位获奖者 那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在内信给我们吧 好吧 穿播报这一期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说一期再见咯 本节目的品由法拉利中国有情提供 我们下期待